没看上期的小伙伴 推荐先看上期 不然有些知识点接不上茬 同样的 感觉视频太长的 可以根据进度条的看点功能分段观看 好了 咱们书接上回 最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世界最大吸引科姆多巨蟹的保护级别 提升为宾威 这个新闻的评论区都在说 一定是白人捕杀过渡 或者人类是地球的癌症等等 但其实 科姆多巨蟹走到今天这一步 原因非常复杂 而且和人类的关系其实并不大 至少直接因素不大 甚至夸张的讲 属于自己把自己玩没了的那种 别的宾威动物 都是苦大仇神 命悬一线 科姆多给人啥感觉呢 老子看淡了 别管我了 都毁灭吧 随时准备生非英灵殿 站在我们人类的角度 和其他保护工作正在开展的宾威物种相比 科隆真是 是真带不动 咱们上次讲到 1912年 科隆第一次被论文描述后 便震惊世界 瞬间成了各大报纸 争相报道的流量明星 按照这个剧情 标准结局基本就是 引来偷窃者 大肆补杀 要么就是疯狂炒作 配合殖民地开发 忽视保护 但科隆遇到的情况 都不是这样 他的经历 那可真是了 华南虎奔之伤心 绿孔雀听之落泪 班毕业赶尸伤怀 白群从棺材里爬出来 要对科隆进行家访 虽然他永远听不见这个故事了吧 科隆1927年 首次在伦敦动物园展出 随后不久 其原产地当时所归的 和属登印度公司 马上意识到了 科隆种群数量的堪忧 不仅宣布狩猎违法 甚至为了防止 蜂拥而至的专家 把他们研究死 还严格限制 为科研出口的科隆数量 对前来探访的考察团 层层把关 虽然是殖民地管理体制 但荷兰人是真把科隆 当亲儿子了 而这些措施 由于实施的很早 这导致该地区 不可猎杀科目多隆 成为了周围居民 融于血液的理念 对如今科隆保护工作的开展 有重大帮助 至少后院起火的可能性 小了很多 随后二战爆发 由于荷兰被德国击败 无力控制遥远的殖民地 日本展开了对印尼的侵略 搞笑的是 尽管昭和男人 正忙着到处认爹 但却对科隆的原产地 呵护有加 很多攻势都绕开了这里 这让科隆若无其事地 度过了这混乱的年代 而后 印尼独立 更是将科隆当作国宝归乡一般 把他有关的一切 都从荷兰人手里继承了下来 排场绝不受圆明园 授手回国 1950年 印尼政府允许科考队 继续展开对科隆的研究 并提出成果共享 以便于日后加大保护工作 而这 距离印尼独立建国 仅过去两年 距离他们与荷兰协定停火 仅过去了不到一年 请把保护积极 搭在公平上 随着五六十年代 科目多实地考察的恢复 人们发现 科隆的数量 在一些稀息地有所下降 1980年 印尼政府建立科目多国家公园 以便于保护科目多 林卡 吉利莫坦 帕尔达岛的科隆 公园主体在科目多岛 林卡作为繁育基地 随后为了有效保护 西佛罗伦斯种群 又相继建立了两个新保护区 可以这么说 科隆原产地这片地儿 无论统治者是谁 科隆都是祖传国宝 雷打不动的老贵族 谁来了都要敬他三分 那这么优厚的待遇 它是怎么就兵威了呢 下面我们每个板块 都尽量把保护区种群 与北佛罗伦斯种群 分开讲解 气候变化是导致 科隆数量减少的 最重要因素 想知道这能造成多大影响 还要先了解一下 人家原本栖息地的气候类型 在高中地理书上看 似乎整个印度尼西亚 都是热带雨林气候 一听热带雨林 大家脑子里 基本都是现在视频里 展示的这种造型 但其实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科目多道拍的 这你妈能叫热带雨林 其实科隆原产地 是热带季风气候 岛上的植被类型 多为适应干燥气候的 长绿硬叶林 根本就没有什么 热带雨林给你看 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 这几个小破岛 都没有什么明显的 海洛里差异 哪来的季风啊 其实这里属于 甲性季风气候 每年11月到4年5月 这里受赤道低气候带影响 几乎没有什么风 炙热的阳光将岛上的水气蒸发 在每天下午 基本都会有一场对流雨 放个视频感受一下 而6到10月 这里受东南信风的影响 岛屿蒸发出的水气 都被信风拐卖到北方去了 就形成了干燥的旱季 但这里有一个岛屿比较特殊 就是上一期提到的佛罗伦斯岛 由于中心山地海拔高 东南信风直扑过来 在中心山区的南坡 形成了地形雨 使得这里出现了 非常少见的山地雨林 但是近几十年来 科隆原产地出现了明显的 旱季时间越来越长 季风性特征逐年显著的特点 而这成为了 帕尔达岛科隆灭绝的根本因素 想搞清楚这两个事的影响有多大 我来到了帕尔达岛 这个地方该怎么形容呢 请大家直接把富饶打在公屏上 真是尼玛雾华天宝 人节地灵 苍蝇飞进来都得枯着飞出去 因为旱季时间越来越长 很多植物还没熬到雨季就干死了 而季风性的加强 导致雨季降水量空前巨大 疯狂冲刷着枯死的植物 以及它们身下无以附着的泥土 最终导致水土流逝严重 只留下了陡峭的山崖 几乎不见几棵树木 就算是最湿润的时候 山坡能长满草就算相当不错了 而克隆如今仍有分布的岛屿 也是如此 林卡算是自然环境最好的了 与其他人间地狱相比 林卡真的算水草丰美 岛外有大片的红树林 贪图地带有很多小鱼 向岛内走 克隆赖以为生的低地森林还算繁盛 只是中心地带退化严重了一些 高地基本都被大片的草原代替了 而这里 其实只有成年雄性狩猎使才偶尔回来 并不适合体型较小的幼体和雌性生活 因而在这里往往蹲守很久 也见不到一只克隆 因为岛内环境干含化严重 巡猎的个体也比较分散 偶尔才能见到几个游荡的年轻小伙 而自己游领地的年长雄性 更是直接守在互联员港庭上 在线摆烂 细心的朋友在搜索克隆相关视频时 可能会注意到 大多狩猎 尤其是吃猴子的视频 都是林卡道拍的 因为科姆多岛 基本猴都快没了 站在码头上看科姆多岛 山上基本都是秃的 岛内枯死的植物 可以用堆积如山来形容 岛内河床一滴水都没有 甚至看不太出来这是个河床 非常干燥的月份 国家公园只能从佛罗伦斯 运水送到科姆多岛 给科隆和他的食物们提供水源 下图是一只汉语交接季节 拍摄的雌性 年龄十岁左右 从瘦肉的尾部能感受到 他不仅饿了很久 更渴了很久了 佛罗伦斯岛虽然在向国家公园送水 但它本身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尤其是科隆居住的岛外平原地区 雨季的时候 凑个事吧 每个头都带点绿 一旦旱季来临 就全成这个狗帅了 随着旱季的时间不断拉长 你会发现 它的沿海平原和周边岛列的植被覆盖率 越来越低 坐船顺着海岸线一路开过去 连绵不绝的秃顶荒山 都是裸露的泥土砂石 而西佛罗伦斯的两个保护区 我真是一言难尽 这是西佛罗伦斯保护区的内景 感受一下这个环境 而后面这个 是我在埃及吉萨和罗克索周边荒漠里拍的照片 不说非常相似 怎么着也是一模一样了 就这种环境 能有几个倒霉科隆能坚持不死 而小体型的北佛罗伦斯种群 也是一样经受着干旱的折磨 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 佛罗伦斯岛中心山地与水充沛 那为什么科隆还坚守在偏向外围的干旱滴地呢 科隆在哪个岛都是集中分布在岛屿的中部全层 那里有树上的幼体 还有筑巢的雌性 以及巡视领地的成年雄性 沿海沙滩上出现的科隆 大多情况都是没有领地的年轻雄性 四处游荡 找机会填饱肚子 而中心高地草原上偶尔能看见几只 佛罗伦斯岛内部山地海拔较高 随之而来的低温也是科隆难以承受的 所以即使有充足的水源 他们也不会选择进山 与其冻得尿裤子 我宁愿渴死 但这高山不仅没能成为科隆的世外桃源 竟然还吸走了旱季剩余的所有水分 让北部沿海的佛罗伦斯种群深陷焚风地域 说人话就是 带着大洋水气而来的东南信封 虽然未必会在低地下雨 但受到高山的抬升作用 冷凝挤出了所有水分 然后以下沉姿态 顺势扑向北佛罗伦斯种群 本来汗就很干 现在更泥马干了 在这种严峻的外部因素逼迫下 如果换作咱们之前讲的 扩张性很强的物种 像海烈西 早就举家搬迁 说不定这会儿都建国了 但科隆偏偏就是一种扩张性极低的物种 也就算渴死 饿死 从而跳下去 也不会往远多走一步 然而他们并没有真相 有骨气的科隆是真的做到了 他们从没想过往保护区外多走一步 纪录片里说的 科隆可以潜水四到五米 还能在海里游去别的岛 听起来不赖嘛 但其实那几个岛 不仅都在保护区内 而且离得能有多近 就坐那种很慢很慢的渔船 他们相互之间的航程 也不过一小时多点 就纯属在家门口专游 但就这么死磕下去 结果只能是磕死 因为连年大旱 让岛上的素食动物数量越来越少 而科隆在澳洲带出来的一身绝血 却反倒成了他们扩张的第一大障碍 专业捕杀中大型素食动物 可哪里来那么多中大型素食动物给你杀呢 如今我们看到的 保护区里科隆捕食的那些动物 其实只剩下猪鹿猴是原生的 其他的水牛山羊马什么的 那都是野化家畜 是当地居民逃逸的牲畜 在野外形成的种群 而这当中 山羊甚至是保护区自己引进来 定期投喂科隆的 因为食物是真的不够吃了 旱季的时候 素食动物聚集在仅有的水塘边 除此之外 几乎很难见到更多 所以导游几乎也不会带着游客 离水源走更远 因为走着去 也基本什么都见不着 而科隆找不到猎物 就只能在周围的地方 捡点残羹剩饭什么的 甚至是护林员港厅旁边的厨余垃圾 至于科隆自己 会不会游到其他的岛屿上 离科姆多岛再近的最大的岛 就是西侧的桑巴瓦岛 岛上由于村落 码头的建设 中大型素食动物的数量更少 而且这也不是什么保护区 更没有人会去定期投放食物给他们吃 而中小型猎物 基本都被岛上的泽巨蟹和红树林巨蟹承包了 科隆去了也是白给 万年躺平 根本挤不进去这个极度内卷的生境 更何况 这么远的距离 他自己估计都不愿意游过去 雪上加霜的是 科隆竟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还面临过偷猎的威蟹 一听到这儿估计不少小伙伴就来劲了 终于等到恐怖直立员机操了 跑得了河上跑不了庙啊 但其实 由于当地人心语非常清楚 科隆是不能不杀的 再加上 他的皮由于附着着炼甲的关系 很难做成制品 所以这群盗猎的 其实他们杀的不是科隆 而是打死了山羊和鹿回家吃 也是够尼玛朴实的 这直接导致帕尔达岛的科隆 由于食物供给不足 最终饿死的饿死 逃荒的逃荒 1975年帕尔达岛最后一只科隆被记住 随后永远的消失在了这里 遗憾的是 在这儿的几乎每一个岛上 人和科隆的矛盾似乎就从未休止过 相对于道理山羊来说 往往提到人和科隆的矛盾 大家想到的都是冲突与袭击为主 在外网查的话 一般都是说1974年到2012年 有24起袭击事件 无起致命 但岛上的日志和护林园所述 都是从1976年到2019年 有16个唐伴伴的 我也不知道谁准 咱们就姑且一听吧 这当中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要特意说一下 2017年5月 一个新加坡游客 在科隆捕石时尾随拍摄 被扑倒后遭到严重死亡 多名护林员对着科隆一顿暴打 用的就是视频里边这个武器 也没切到多大作用 最终科隆以满身大汗的造型被制服 而另外一个则是2009年 一科隆偷偷潜入护林园港厅 在写字台里也睡觉 结果回单位的导游没看见 把腿往写台里也一搁 直接给人践踏了 然后就标准结局 虽然不是过分严重的伤害 但这却是一起入室袭击事件 加之多起事故 伤及的都是科目多岛的居民 也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 人息之间矛盾的显著了 知所也会这样 是因为科目多及其周边岛屿 虽然在广义的保护区内 但科目多岛本身 其实不全是国家公园 它周围是有少量村民 甚至是旅游民宿 而年轻的科隆比较活跃 时不时玩个猛虎下山 进村溜一圈 虽然袭击事件很恐怖 但其实科隆绝大多数时候 还是与村民相安无事的 而且会主动躲避人类 至少目前还从未出现过 村民伤害科隆的事 佛罗伦斯岛上 科隆的分布地点 和人类聚居区高度重合 原因很简单 就这个岛 它不是高山密林瀑布悬崖 就是鸟不拉屎 滴水不流的大荒地 人知道别的地儿不能住 科隆也知道 所以就都扎堆抢剩下那一点资源 这年头 都是百里挑一的居住地 你嫌疾我还嫌疾呢 你就说你住不住吧 而该岛的北佛罗伦斯种群 则是薛定谔的保护 这科隆的数量是增长了 但却增长得有点怪 这里的村民把科隆当猪养 不仅定期投喂 还跟着繁殖剂的节奏 去地里边收钢出壳的幼体 他们这么做是要干嘛呢 卖给动物园 由于全世界有本事从林卡直接牵出来野生科隆的动物园 就那几家 切斯特 圣地亚哥 伦敦 新加坡 等等等等 十个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而和他们搭上话又很难 因而其他动物园想搞一个科隆来展出 就都选择从佛罗伦斯进口 这竟然还是官方认课的 甚至在2011年上报该种群发现之前 这个村的村民就已经开始闷声发大财了 搞了个低配版的科隆繁殖场 但到了2017年学界基本认定其为真正的科目多龙之后 这件事才被逐渐打压下来 其标志性事件便是2019年3月 一团伙准备向国外运送41条幼年科隆 印尼政府得知后勃然大怒 立即下令2020年关闭科目多国家公园 说实话 这还是一个令人非常敬佩的举措 科隆带动的留业 是印尼政府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对于一个穷国来说 能在前黑群畜生之间做出如此决定 真的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但这也导致当地外资旅游且的不满 我19年年末离开印尼的时候 拉巴汗八角港正好在因为这个事闹游行 但这件事最终没有赢家 一方面 20年疫情来袭 就算开放也没有人来 强行休养生息了 另一方面 直到20年年初印尼政府才渗出来 这个犯罪团伙原来是从北佛罗伦斯运出来的科隆 不是从国家公园里边啊 那我抽风的关你马国家公园干嘛 这真是让人不得不赞叹 东南亚行政机关工作的精准高效 然而人类活动对克隆的影响 还仅仅是一方面挑战 还有更多阿猫阿狗 很可能会踢翻克隆他们家的香火炉 像这条不大点的小家伙 他都没有我手腕粗 但其实已经有三岁多了 而后边这条 一米七大概 他已经七岁多了 就算是长得非常快的 也需要六年多的时间才能长得这样 这让他们在面对鹤家鼠流浪猫的入侵时 毫无还手之力 五岁以前基本就是被单方面碾压 而面对繁殖能力极强的猫鼠 有多少巢穴可以免遭破坏 有多少幼体可以活到五岁呢 但幸好这些都是假设 大家都清楚 如果这一天到来 后果不堪设想 因而保护区内对猫鼠的数量 有着严格的控制 绝不能见到一只 国家公园外居民养的猫狗 也都有明确登记 整个国家公园内不说猫狗 耗子都见不着 而保护区外 北弗洛伦斯的种群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由于人类长期聚居 猫狗老鼠那都免不了的 所以难免会有互相捕食的情况 这也是大家担心 他们种群未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2019年 克隆接到了好邻居 泽聚席的友善拜访 泽聚毫不意外地被观测到 在国家公园内繁殖 虽然他们本就与克隆存在产力重合 但在保护区内 大张旗鼓的安营扎寨 确实让人淡腾了一波 因为本着自然扩散 不算人为入侵的原则 这些泽聚不会受到管理 但保护区内的人都知道 泽聚虽然繁殖能力和克隆比 也就半斤八量吧 但却有着极强的侵略性 整个东南亚几乎各个巨西亚蜀 基本都要被这货杀穿了 而且他们的生长速度飞快 两岁不到的个体就能有1米6 6岁的雄性 甚至可以达到2米以上参与繁殖 大个体直逼3米 这个是我在林卡的红树林里拍到的一只 拍的比较模糊 究竟是克隆还是泽聚还不好说 但克隆是不太喜欢待在红树林里的 目前看 泽聚对克隆还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仅仅是待在保护区最外侧的红树林汽水区 但以北佛罗伦斯种群七夕地萎缩状况作为参考 克隆是否能承受住如此之多的挑战 还真是叫人捏把汗 除了今天讲的所有这些占大头的因素 克隆还面临其他隐含的问题 从它自身角度 我们无法确定目前如此恶劣的环境 是否在野外已经逼迫它们孤次繁殖 这导致的近亲繁殖和基因多样性缺失问题 是保护区迟早都要面对的 从外部角度来看 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 也在吞噬着它们的七夕地 估测到2050年 克隆的七夕地至少会减少8.4%到30.2% 严重则会高达71% 我离开林卡岛的时候 19年年末20年年初 岛上一共记录灾案的个体有1049只 加上科姆多岛的共计3010只 如果算上没有记录的诱体 根据巢穴数量估测 江八能够到5000只 但这个数字仅仅是估计 或许实际情况没有这么乐观 如果环境继续恶化 科隆很有可能会走到千帝保护这一步 也就是找一个环境相仿的地区 在破坏最小的前提下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就像加拉帕哥斯陆列西 千帝北希摩岛一样 而且庆幸的是 知名的大型动物园 基本都掌握了科隆的饲养繁殖技术 虽然他们的野生种群岌岌可危 但在人工繁育兜底的情况下 还不至于彻底在地球上消失 所以我一直说 国内很多动物学专业的孩子 别学傻了 天天都在说什么 人工繁育对野生动物保护毫无作用 就算不是该专业的 就以普通路人听了这句话 都不敢相信这是科班出身的人说的 这脑回路简直比野生动物还野 去看看我们的班别 人工繁育技术的开发 确实不如栖息地建设重要 但它绝不是毫无作用 它是珍惜物种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曾有很多人对我说 科隆编位有相当大的原因 是他自己不适应环境导致的 为什么还要保护 自生自灭不好吗 科隆本身有太多对我们价值巨大 当我们尚未了解的东西 随便举两个例子 其唾液当中含有的抗瘾成分 基钛释放酶 可以合成溶解脑血栓的药物 而其血浆当中分离出来的 强效抗菌态VK25 可以合成一种名为DRGN1的短态 可以有效控制非常棘手的耐药细菌 与真菌感染 并促进伤口愈合 但就算抛开这些实在的东西不谈 它如果灭绝 对我们而言依旧是巨大的损失 科莫多龙是百万年前 澳大利亚巨型动物群 几乎唯一存活至今的成员的外表与行为 可以与我们想象当中的 大型肉食恐龙如此相似 身披磷甲 藏身伏击 奔袭着冲向猎物 用肠尾重创对手 用双恶一击毙命 这不是电影 他们依旧活在地球上 延续着这些行为 科莫多龙幸存至今 是演化史给我们的馈赠 它本可以毫无痕迹地抹出这一切 使其尘封于冰冷的地层之中 让我们只得空想曾经辉煌的场景 与其说我们是在想办法挽救科龙 不如说是它带着自然历史的痕迹 带着旧日的故事在等待着我们 往往我们提到因气候灭绝 大家想到的都是剑尺火猛马象 那些久远的动物 但 我们是在想办法挽救科龙 我们是在想办法挽救科龙 我们是在想办法挽救科龙